大家好,我是封志凱,首先講清楚,我都不知道用什麼譯名大家才會滿意 所以以下內容我已經用盡量大家可能會覺得舒服的譯名去講,希望大家體諒 好了,培館中我們20多年的Pokemon aka寵物小精靈動畫已經正式完結 而取而在此的是,現在播放中的新一輯用女生做主角的Pokemon Horizon 但在這套新作播出之前,前作Pokemon動畫,即是由我們熟悉的小節演出那套動畫 最後就播出共11集的完結篇,就叫做目標是小精靈大師 aka 舊香港譯名叫做小精靈掌門人 雖然有少許遲到如今的感覺,但今次就想跟大家講一下我對這11集完結篇的感想 明白的就開始了 為了滿足沒有時間看物又沒有時間看片,那麼忙碌的大家就當然馬上來個結論 不算了,依照我本人主觀的看法 對於最後這11集來說 我個人可以從這套動畫中感受到的感動,是隨著雜數的推進而衰減 簡單來說就是越看越沒有感覺 實在有點可惜,其實在正式播出這11集之前,當初我官方極力宣傳這11集 還要出了一條情懷滿滿的預告,在日本那邊鋪天蓋地宣傳 而就我個人而言,看到這套動畫的時候的確是被他感動到 這方面或者可以說這個宣傳都蠻成功的 但可惜的是,這套動畫給了觀眾的期望過高,以至於觀眾看這11集的時候,發現被想像中平淡 導致好像我上面這樣說,在整體觀賞的過程之中 對這11集越來越沒有感覺,這個算不算是Suffer from Success呢? 當然,我都明白官方他推出這11集的原意就是想賣情懷 從他的選角,OP歌等等,很多方面都已經看得出 簡直已經是賣情懷問得出面 但就我個人而言,我實在是不太明白 製作到當初為何會設計出只用11集,加上一個慢節奏傳統單元式去做這個最終章 唯一想到的就是當中應該涉及不少大人的理由 不過,感不感動這件事其實都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除了主觀感受之外,你夠不夠分? 多不多工作等著你做,這些我覺得都是因素 好像我那陣子又忙又不夠分 就算給我看一套孤星類都不會有多感動,感受一定大打折扣 雖然感動位就沒什麼,不過在看這11集的過程之中 都會令到我一邊看的同時,回一邊去想表達的東西 而我最後得出的答案就是,可能製作組他們特意做成這樣 因為某程度上這11集,想做到的東西就是一個回歸原點的感覺 而最後小子在最後一集領悟出的答案,亦都是回歸原點的象徵 因為其實小子想要做的東西,都只是他一直都在做的東西 即是說從小子當初立志要成為精靈掌門人之後 就一直都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反而打聯盟做冠軍都只是至善 而最後小子重新認清目標之後,就換回新鞋再出發 不過這樣回頭看,都可能會有部分觀眾覺得其實這11集很無謂 因為這個做法其實都幾次漫畫被腰斬的時候要用最老套的 他們的戰鬥還會繼續下去這樣,沒錯的 以一個完結來看,這樣的收尾可能都不盡人意 不過我就認為製作組就是選了這個最穩陣,最不會嚴上的方法去圓 因為老實說,本身最大的嚴上位,就是決定要完結小子的故事那一刻 但又敢想,如果不管感不感動那件事 其實都看得出最後11集,都有他想立題表達的東西 除了回歸原點之外,最後11集想提問的就是 究竟當年訂下來的夢想實現了多少 以及反思究竟那個夢想其實代表什麼 觀眾是不像小子,是會有年齡上的增長 不知道大家又有沒有試過想回自己年輕時的夢想 就會覺得現在的自己很可悲? 以我理解,小子所代表的答案雖然是最老套的答案 但亦都說出了,有時其實在追夢的過程之中,有所經歷就已經夠 而且大家其實隨時都還可以重新出發 只要你有這個想法和有錢的話 不過,幫我真的不管那些大人的理由 放開一點這樣想回頭的話 或者這個結局可能真的是一個最好的結局來 因為從大家不想小子退休的時候就知道 其實大家最期望的就是小子的旅途會一直繼續下去 好了,現在小子的旅途確實會繼續下去 而且是保留著初心,熱情,純粹繼續下去 只不過再不是以動畫的形式呈現給大家看的意思 或者反過來想,結局這件事 可能打從一開始就決定好,亦都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但這樣又會另外衍生出另一個想法 既然製作了有意回歸原典 那為什麼不早點就將Pokemon最後一季 AKAPokemon旅途 整套一早就造成最後一集這樣的形式 為什麼要找一個沒有人喜歡的小號做主角呢? 會不會一開始就決定買幾年成為更好呢? 當然,最後應該都是沒辦法避免很多大人的理由 以至到最後變成現在這個狀態 不過,即使很多人都不喜歡旅途這一季都好 都有它可取的地方 回想成季我認為最成功的 就是成功送了小子上最強的寶座 而最後幾場比賽的演出也相當優秀 的確是可以名流清史的 個人也特別要讚一讚最後一個版本的OP動畫 做得很有心思 回想回頭 我覺得在成季旅途加上最後這11集裡面 其實大部分要回收的復筆 不同角色要補完的故事 要回應的承諾 特別是利利艾一家人的知善故事 很多以上這些事都已經盡量做到 還要連真思這些那麼重要的原創角色都回歸了 都算是沒什麼遺憾 什麼?你問以前的女主過去了哪裡? 他們就在過場出現過一下 就差不多了 但如果真的要說 我唯獨要怎樣批評完結片的第10集 打小精靈獵人那裡做得特別差 我本人對此感到極度憤怒 而我相信製作組做這一集的容易也十分明顯 就是想小子和卡超名譽掃地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出現了 就是這一集做到出來 整個觀感是做得十分之不爽快 雖然我有少許明白他這樣安排的意思 和想要達到的效果 但出到來這件事真的好拖和好婆媽 大家試想像一下 如果這一集的主角由小智換做任何一個大家熟悉的冠軍 都一定會兩下秒殺對面不會搞那麼久 偏偏小智打了一集都打不得死對面 說好的世界冠軍呢? 說好的十萬里的卡超呢? 好了,大家可能會問 那你有什麼高見? OK,就讓我說一下這一集應該怎樣改才會變得好看 對我說這一集到小智和反派對視的一刻開始就要改 一開始應該那個垃圾反派一見到小智就知道他是世界冠軍 接著就被他的氣場嚇倒,馬上爬底 然後小智就派出了一個無敵的卡超 再派出了一個法安專員 啊不是 是射出了一個電火石光就秒殺了對面的三手惡龍 眼見自己唯一的戰力被秒的反派當然就問槍 而當反派打算不講武得開槍的時候 年輕人不講武德,耗子為之 噢,那他就麻煩了 小智立即都不再收收賣賣 變身成為超級小智,大叫一聲 然後就用他可以單手抱起72KG的油肌拉 和可以雙手托重999KG的科斯莫武的鼻力,抓住對方 然後再大叫一聲,太遲了,你已經跑不掉了 光鐵尾巴打 此時卡小從天而降 對著那個人本體瘋狂用光鐵尾巴 B字架 Scale B字架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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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大爆炸,超級小智的和他身後卡柯 在衣 Innuo 倒出來了,說了一句 贏啊 從魔小智雄 mum 這不是多好看,不知道這段會不會剪死俊爺呢? 講完笑,認真講一點感想 如果要講一套對我人生影響最深遠的動畫,一定是Pokemon 所以曾幾何時我也有害怕 如果Pokemon中有一天完結的話,我應該怎樣算好 但是隨著Pokemon的吸金能力越來越無敵 在世界上的文化影響力也越來越誇張 這個IP的完結,似乎成為短期內都不需要擔心的事情 可惜,作為這個IP最具代表的動畫 始終都在意料不及的情況下走到盡頭 雖然童年始終都要迎離終結 但是只要Pokemon公司一天都會將大家的童年商品化 相信都一定有不少人會很肯用錢買回童年回來 而Pokemon也會繼續做得住 雖然遊戲和動畫的世界基本上沒有任何交接 但是以小字的影響力,我自己都希望日後可以在遊戲的世界觀中 在NPC後中聽到小字的事跡作為彩蛋 竟然會不會出現小字就未有人知道 不過,據一個之前跟完結篇導演湯山邦然的訪問所說 他透露過小字將來是有機會再出現的 嗯,果然到最後都是達人的理由 不過怎樣都好,想這麼多都沒用 現在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有抓小字和火箭兵團繼續旅程愉快 今集的內容就差不多 其實如果有留意在我們IG的觀眾應該都已經發現 以上的內容都是在我們之前出過的IG帖子直接吸過來的 而為免大家真的不知道我們現在又出的IG帖子 所以才會轉回部分內容變成影片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最新的內容,請不必留意我們的IG 我們下次見,Bye ité理 Üザ Stre magazine 拍子 尼斯優 AFS開葉和筆 Parliament AFS開葉和筆 Bill Gates 開葉和筆記